大家好 歡迎收看10月21號的 股海洪洋 我是洪俊 今天加強股價指數呢 尾盤只有小漲3點 那雖然說他是小漲3點 可是他已經預判的這個盤勢 是非常強勁的 因為在早上的時候 跟大家談過 道瓊指數的部分呢 他是下跌250點 可是台北股票市場能夠收紅 已經算是一個非常強勁的走勢了 所以對於台北股票市場的未來 請你一定要注意 強勢股拉回 你要站在買方去做佈局 尤其是在一個市場裡面 這個市場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提醒 因為我從一個指標有跟大家講過 10月17號的時候呢 貴買指數的部分 他這個下方這個MACD的部分 他已經準備要翻證了 那我既然指標準備要翻證的時候 代表我這個地方的收斂啊 他的整理的時間已經快要結束了 所以你看到今天10月21號的時候 貴買指數的部分啊 他的MACD翻證之後 今天貴買指數就順勢的創下一個波段的新高 已經來到今年的新高電哦 所以呢 貴買指數裡面一些中小型的個股呢 就成為今天盤面上的主流 那你可以看到哦 在加權股價指數呢 他的電子股的走勢是比較弱的 包括你看23指數的部分 現在加權股價指數已經創高了 可是呢電子指數呢 他是比較弱勢的 但是資金往哪個方向去做移動 我們看一下銀線指數的部分哦 銀線指數呢 他已經創下 他走勢整個走勢比加權股價指數 電子指數還要來的強很多 所以現在的錢啊 都在往銀線往資產的方向來去做移動 那我在節目當中我跟大家提過 三大族群跟六大主流 其中有一個主流叫做資產 這個資產的部分來自於這個東西啊 現在呢 國外的資金 有一些資金正在回流 台灣呢這一次本 這個月啊 這個月以來啊 上這兩個月以來回流的資金 已經達到六千億了 所以錢在往台灣移動的時候 他們要回來買廠房 他們回來買廠房呢 就會帶動台灣一些資產股啊 開始出現一個蠢蠢欲動的現象 所以很多的資產股 因為這30年來 都沒有資產重估 那沒有資產重估 一重估之後才發現說 哦原來他們手上的土地 現在真的貴的嚇死人嗎 你回過頭來看看哦 如果你的房子啊 你是30年前買的房子 買的土地 到現在哦 到現在它的漲幅有多少倍 那因為過去這些資產的族群啊 因為他們本來買的 都是用成本來去做計價 那用成本去做計價 當年買了20億 現在可能都已經價值幾百億了 但是因為沒有做資產重估的關係 所以它的價值明顯的被低估 那這些被低估的族群呢 未來當這些6000億的資金回流的時候 他有一部分的資金可以拿來買股票 他就會買這類的股票 因為他要跟他買土地跟廠房嘛 那第一個先開始動的主攻守是誰 2504的國產啊 當時有個東區門戶的計畫 因為他手上有南港的土地 有6000多坪 有6000多坪 那他都更安一過關之後 當天是跳空大漲漲停板 可是漲停板 你不能做追價的動作 因為他一定會洗你 他一定會洗你 那他洗完之後 葛蘭碧八大法則的第二個法則 拉回測試支撐 找買點去做布局的動作啊 當你的買點對了 10月14號的廉價回來 中美貿易大戰和緩之後 我們第一個率先的 就去買這檔股票 2504的國產 而且我買的單股 他是全部all in 全部的資金全部做進場 你有一百萬你就買一百萬 你有一千萬你就買一千萬 這類型的標的夠大 所以你的資金要進場是非常容易的 你想要買多少就有多少 所以11.3元到進去的時候 10月15號的時候已經創新高了嘛 兩天的時間就先賺了8% 但是我說這個叫做主身段的行情 他們有那麼快的去做結束啦 到16號的時候已經連續大漲了嘛 三天的時間讓你賺了12%對不對 讓你賺了12% 而且我說的是all in 你所有的資金全部都給他買進去 你有一百萬 你到現在你就已經 三天就賺了12萬哦 你有一千萬現在是賺120萬哦 所以你可以把所有的資金 通通壓這一檔股票 因為我看好他未來整體資產 漲價的機會嘛 一直到17號的時候 我說我做了一個訊息嘛 我說2504的國產 他因為漲得太多 所以倦單大增 那你越漲 籌碼他越穩定 那漲多他一定會震盪 震盪都屬於合理的降溫 所以他降溫完之後 多方趨勢不變 手中持股你要續爆啊 你要續爆 那時候我們已經賺了12%啦 已經賺了超過一根漲停板的 但是我還是叫會員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報警 因為他整體的價值 還沒有被反映完畢嘛 而且我都有在我的Light 8裡面 直接跟大家做分享對不對 當時你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10月16號當天的文章 我怎麼說的 我說國產他已經創下新高價 這個禮拜的當週的漲幅來到22% 已經22%了 但是呢 他已經雖然是市場上的焦點 但是他手上南港6500坪的土地 他已經完成都更了 所以未來開發潛力非常驚人 股價低於淨值 根本就是明顯的低估嘛 短線上漲多會有震盪 但是整體的價值不會改變 所以逢低你要站在買方 你一定要拉回去再買方 錯過的投資朋友你要等 強勢股也要買在短線上 弱勢的時候 他有沒有回答 有啊 我講完之後2504的國產有沒有 10月17號的時候他有回檔 但是因為回檔的時候 你覺得他漲很多 你不敢買 你一回檔的時候你跑去幹嘛 如果你跑去做放空 你看一下空單的部分 你跑去做放空 怕一路的上來增加 原本的空單6000多張 看到他小回一下 覺得說好像要死了 結果空單大增 他一路的往上去嘎 他一路嘎上去 到今天為止啊 就算他已經被證交所認證 他是市場上的標股 已經被認證了 因為他被5分鐘分盤交易 他被5分鐘分盤交易 我問大家 大家看到這個5分鐘分盤交易 可能會覺得很緊張 但是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對一檔標股的讚美 他是在讚美他 如果他漲得不夠兇 如果他漲得不夠快 我跟你講他不會被分盤交易 那居然他可以漲這麼兇 可以漲這麼快 就代表說他背後 有他的利多因素存在 那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就算他今天股價跌下來 他在那邊做震盪整理 那我問你 他會不會因為他的股價下跌 然後南港的土地就消失一半 還是說他會少掉那一塊 不可能嘛 不會嘛 所以這個整體的土地的資產 並沒有消失的情況下 那你現在他低估 他還是低估嘛 到目前為止 他還是處於一個 非常低估的狀態 所以2504的國產 他到今天 就算分盤交易一樣 創下一個波段的新高有沒有 再創波段的新高 但是我認為 他的空間還是在的 因為籌碼越來越穩定了 籌碼已經越來越穩定了 因為越來越多人去放空他 那你去放空他的投資朋友 請你務必要做好 停損的準備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今天如果做空 我的獲利他是有限的 一檔股票從1跌到0 頂多讓你賺多少 賺100% 可是你往上的空間 他是無窮大的 所以你要被嘎到那裡去 完全不知道 你完全不會曉得 那你現在你要操作的 當然是等他回檔的時候 站在買方 而不是在高檔的時候 想要去放空 這種強勢的股票 那現在整體的資產類股 已經開始走出一些 不一樣的變化 我認為這是30年來 最大的一次轉變 最大的一次轉變 所以有很多類似 這樣子的標的 你務必要跟上腳步來 比如像這個 他的土地啊 他的土地比誰還要多 他比剛剛我講的國產 還要來的更多 這個他的土地在新北市 目前正在申請都更 他正在申請都更當中 那一旦都更按申請過關的時候 他整體的價值 就會開始出現一個 不一樣的方向 很多的資產股 他真的被人家低估的 非常的嚴重 那這一次呢 6000億的資金回來 6000億的資金 準備回來的時候 有很多在底部 起漲的這些資產類股 他會慢慢的 開始呢 受到市場上的注意 資金的流向 會決定未來 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所以行情真的很好 真的很漂亮 但是你要懂啊 你要知道說 你要買什麼股票 誰能想得到資產股 會是現在市場上的主流 完全沒有想到對不對 但是呢 資金的流向已經告訴我了 股票有人在買的時候 他就是未來的民情 所以你要跟上腳步來 現在的單股週年慶 績效68%再加上22% 已經來到了80%以上了 已經來到80%以上了 所以呢跟上腳步 跟我們腳步一起來一路發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拜拜